A dream in the 叮当 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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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歌王仁贤七 七号特地为好友叮当站台 距离演唱会只剩三天 小琪却惊爆叮当 练舞练到浑身是伤 然后叮当很认真在采访 因为我之前在机场跟他聊天 我说到他的这个歌舞的部分占得很重的比例 因为他的情歌其实已经是非常有口接杯了 但是他想表达一下他的诚意 所以他很认真去练舞蹈 大家不嫌弃的话 大家看到后面的伤痕 那个手抓的痕迹 不是因为SM或是其他的那种 而是因为舞蹈员要给他抓起来 举起来的时候 然后一些那个可能要必须要用力的部分 他要承受一些疼痛 所以真的很辛苦的付出这样 叮当把握机会 向舞台经验丰富的小琪哥讨教 小琪哥则是耳提面命 叫叮当上台前不要喝太多 免得出糗 我有想上 我有想去尿尿过的经验 因为喝了太多水了 因为很多人都会泡那种枇杷糕啦 什么那种养生润喉 我就拼命喝 上台真的是肚子有压力 因为唱歌要用丹田嘛 所以那次忍得蛮辛苦的 然后不过还好乐队很熟练 我就说把吹舌拉长一点 他们就会演奏 那我就假装好像很 他在换衣服 其实我去上厕所 很不好意思 但是你越厚脸皮越稳定 大家越不会看出破绽 这样 当平民歌王遇上铁肺女生 相信一定会擦出让人期待的火花 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